他明白我的意思呢 他可真是通人性啊 哎呀 杰森太太 你肚子里的宝宝快出来了吧 是啊 还有一个多月小宝贝就要出来了 杰森太太 你马上就要待产了 难道医生没劝告你不要养狗吗 没有啊 我要生小宝宝和养狗没什么关系吧 当然有关系 要知道很多猫狗身上都有一些寄生虫 这些寄生虫会先传染给你 然后再通过你传染给你肚子里的宝宝的 不 你说的实在太夸张了 哪里有像你说的这么严重 杰森太太 你可不能太大意啊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看还是把杜克送给别人吧 把杜克送人 那怎么可能 是啊 杜克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怎么能将他送人呢 杰森先生 你太太肚子里的孩子才是你真正的家人呢 难道你就不能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放弃杜克吗 杰森 你不要再说了 肚子里宝宝是我的孩子 杜克也是我的孩子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我谁也不会放弃的 哎 转眼间 杰森太太生下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 丽莎 杰森太太 恭喜你们家添了一个小公主啊 谢谢你 珍妮 小宝贝在哪里啊 我能看看她吗 她在卧室里睡觉呢 走 我带你去看看她 天啊 杰森太太 你怎么还把杜克留在家里啊 怎么不能把她留在家里呢 杜克很乖的 她能帮我照看丽莎呢 什么 你让她照看你 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丽莎 你怎么能这样做啊 这有什么呀 杜克很负责任的 你看 她现在挡在门口 就是想告诉我们丽莎正在里面睡觉呢 希望我们不要吵醒她 哦 可是杜克她终究是一只狗啊 当然 杜克是一只狗 她对丽莎的爱和我们一样 我想 丽莎长大以后 一定也会像我们一样爱着杜克的 难道你就不怕杜克 伤害到又小的丽莎吗 不会的 杜克是绝对不会伤害丽莎的 哎呀 小姑娘醒了 正好 我们进去看看她吧 小宝贝 你受了什么委屈了啊 怎么哭得这么大声啊 珍妮 你看到了吧 有杜克在这里 小丽莎也感到非常安心的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杜克真是一个好保姆啊 小丽莎好像也很听她的话哦 我就说嘛 杜克是和我们一样爱丽莎的 嗯 乖 丽莎 张大嘴巴再吃最后一口吧 真快啊 转眼 丽莎已经出生九个月了 是啊 看看我们的丽莎 已经长这么大了 再过一段时间 她就可以自己走路了 看看杜克高兴的样子 她早就想着丽莎 快点学会走路 那样就有人陪她玩了 是啊 杜克和丽莎之前的感情可真好啊 丽莎睡觉的时候 只要有杜克守在身旁 就会睡得安安稳稳 踏踏实实 是吗 丽莎 你也吃饱了 来 爸爸帮你 我们去睡觉吧 你看到没有 丽莎在叫杜克一起睡觉呢 那你们就一起去卧室睡觉吧 杜克还真警觉啊 小声点 你没看到丽莎睡得正香吗 好了 我们也该休息了 杜克 你怎么了 杜克从来没这么激动过 她太反常了 难道是丽莎出了什么事 有可能 我们快去看看 丽莎没有呼吸了 快 快叫救护车 你们的宝贝女儿 可能是突发 为食道逆流 造成的呼吸停止 好在你们及时发现了 否则 后果可就糟了 现在 她已经没事了 真是太感谢您了 医生 不用谢我 如果你们发现晚了的话 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看来 我们应该感谢杜克 杜克 是他最先发现 你女儿的异常吗 是啊 如果没有杜克提醒 那可就糟糕了 杜克是你们家的保姆吗 不 杜克是我们家的一员 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现场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三 三 二 二 三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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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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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